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跟假的大家一定分不出来 一条根红色包装 上面印有金门著名的风丝爷 真是许多人这里酸 那里酸都会使用的酸痛贴布 不过拿出两个版本的一条根 光是用外观看 确定是台湾原厂制造的吗 这个真的 它有通过SGS的认证 跟ISO的认证 再来假的 它直接在大陆生产制造包装 连这个包装袋都一模一样 大家仿的一模一样 然后 教大家看喔 它只要打酸痛 酸痛 这个绝对假的 绝对假的 因为台湾没有这个东西 业者实际教你怎么分辨 原来这几年 山寨的一条根 购物的网站上都有标注是正品 让消费者真的搞不清楚 业者表示 有一些不肖商人直接买进来 然后在各大业市贩售 这就是伪要 假的呢 在大陆生产制造 他们用的是纯化工化学合成的热熔胶体 来产生这个黏度 来服贴在我们皮肤上 你觉得这个不会过敏吗 这个绝对会过敏 然后我们台湾生产的胶体 你注意看它的柔软性 我们是用天然素质下去做的 它的亲肤性非常的好 一条根在金门知名度相当高 中国市场也非常喜爱 来台湾旅游的中国游客 几乎是必买商品 不过一条根在台湾制造 尤其金门产量非常稀少 因此要拥有合格证书才是正品 成分有写一条根 在外包装上有标示一条根 这个就真的 这个就真的 那你看密密麻麻 它写那么多的成分 因为它要仿冒我们的药品 它也甚至于说把成药都打上去了 但是你看那么多的成分 大家注意看 有没有一条根 绝对没有一条根 那这个一定是假的 业者说中国生在的仿冒 越来越严重 民众花钱买到假货 贴到皮肤上出现红肿 才发现是假的 钱财损失是小 但伤害身体可就得不偿失 记者黄少铭金融报导 基隆市救国团会长联谊会 111到112年总招邮正义 特地和大家一起逐一搬运700斤的白米 到基隆市身心障碍福利服务中心里面 希望在中原普渡校庆院 帮助中心院民和学员们 用餐方面不予匮乏 我们今天来捐赠白米 700斤的白米 那想借由今天的这个白米 给我们中心一个住民 小小的一个帮助 那再来 这个月因为也是孝亲节 那我在这里也祝我们住民 大家一切平安顺利 联谊会的扇行 也受到负责经营管理中心的 伊甸基金会基隆区由衷感谢 来这栋大楼当中的我们住民 还有我们服务对象的一个关系 那再次代表中心 也代表我们伊甸基金会 在基隆市的各项的服务 来谢谢我们各位会长 为我们联系这样的资源 谢谢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停办三年 创世基隆分院 今年再度带领院民 举办轻旅行的活动 特别安排到海科馆参观 希望藉由轻旅行 让院民们可以出外 晒晒太阳 并且有新环境的感官刺激 那今年好不容易 在暑假这个期间 我们安排了 院民的暑期夏令营活动 那在所有的工作人员 在两个月前的筹备 那安排院民跟家属呢 可以一起到朝靖公园的智能馆 去参访 跳脱 院民区的环境 那增加 院民之间跟家属的联结 那也增加了我们院民植物人的感官刺激 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声音刺激 让他们的感官刺激可以增加 那希望我们每年都可以规划这样的轻旅行 那让这样的活动一直延续下去 创世基隆分院指出 要带着职务人出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包括交通 人力以及照顾设备等 都要做好事前筹划工作 才能让整天跟床在一起的职务人 能够有出外体验的机会 也让职务人家属们非常感谢创世基隆分院的安排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画面上是市长谢国良跟市议员曾继言 一起到仁爱区的街道扫街 与民众问好互动 获得许多民众与店家的支持与鼓励 志语龙 市长加油 加油 加油 下午5点多 陪同我们谢市长到基隆市的孝山路 拜访这些店家 以及在孝山路路过的一些民众 听到民众对于这次罢名的事件 很多民众支持我们谢国良和谢市长 因为谢市长上任以后 尤其我们昨天在过马路的时候 对于这些车子会离浪行人 这个动作 我跟市长讲说 这是你上任以来最好的 为什么 市长说我们要不要让他过 我说不用 为什么 因为车子会让我们 大家都已经习惯了 我想在基隆市或是 所有全国 应该是全国 所有开车的一些民众 好朋友 都习惯这个动作了 那在这边的话 也听到很多民众对市长的加油 那在这边我也是呼吁说 我们基隆市市民 我们在10月13号 一定要踊跃出来投票 投不同意罢免 那我想市长上任一年多 我想所做的一些政绩 大家都有看到 那在这边也是 再次呼吁我们 所有基隆市市民 9月6号 市长有一个大肇事 在我们的面粉厂 这边也希望我们支持 谢国良挺善 反罢 反恶的一些民众 一起勇约出来 大家一起来为我们基隆的未来 一起加油 那昨天市长出来 校长路的时候 我觉得当遇到的民众 都是热烈的支持比较多 因为我想基隆市的民众 也不希望看到这种选举 恶意罢免的这种歪风 在基隆市驻长 那我想这个罢免 又造成基隆市的浪费 在基隆市议会 为了290几万的一些估价费 就在那边炒了半天 那未来还有2000多万的 这些事故要支出的 那怎么办 所以也要让基隆市市民知道 这个罢免投票 不是中央补助 是地方要自己 从我们的预算里面拿出来 那在这边的话 市民也是说 这种罢免的恶风 如果再驻长下去的话 对于基隆市整个发展 可能没有什么好的现象 所以民众非常支持 谢国良 谢市长 目前来营方面宣传重点 就是呼吁民众 10月13号 踊跃出来投票 而且要投下不同意罢免票 另外也有民众担心 有些长辈不熟悉 这样的罢免选票 到底该如何宣传正确投票 其实有一些比较 年纪比较大的一些民众 那可能以前的教育 没有那么普遍 那对于这个 试字的方面比较差 但以前在投票的时候 都是看阿拉伯数字 1号 2号 3号 那在这边 我们是呼吁说 这些长者 如果你支持谢国良 你看不懂字 没关系 就把字 字体最多的那一个 盖下去就对了 我们就说 我们就一直在鼓励 长者说 最长的那一排字 就把它盖下去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2023年10月1号 可是 谢市长 去参加 提议会 办的活动 他只是来宾 却被抹黑成 他要把政治 带入校园 我觉得这是 非常不值得指控 基隆市议会 国民党团召开记者会 抨击民进党议员 对于体育会 举办嘉年华活动 刻意抹黑 就完全被抹黑成 政治介入校园 甚至还要暗示 要处困校长 我在这边告诉民进党 校长不会怕 市党处围 校长怕的是 被民进党秋后算账 各位市民朋友 我想 从这边讲 我们可以再次看到的 民进党这种 双标的性格 凡事都是 你绿能 别人都不能 我想这种二子的政治文化 如果再蔓延下去 将会重大的影响 台湾的民主 以及社会的安定 他们这些教育界的人员 比如说 这一次的我们的 提供场地的新一国想来讲 他经过我们一些议员 这样提出来 提出他们不同的看法 他们会心理上 会造就很大的压力 因为变成 他们也是依据 正当的程序来接受 他们没有理由说 我不接受 而且这个不是第一次 只是现在刚好 碰到罢免的这个敏感程度 如果今天不是碰到罢免的 敏感程度的时候 我想民进党他不会提出来 再来做一个描述 这活动既然被 我们有些议员 民进党议员 把他丑化为说 我们耐用勾缺或是什么 我跟你讲 其实提议 我们基隆市很多小朋友 他们提议的细胞真的非常非常好 包括我们市长把我们提议班 也在恢复过来 本来差一点把它废掉 那在今年我们已经把它恢复 甚至于你看很多活动 我们基隆市的我们这些运动健将 都得了很多奖 所以说我希望我们针对市 也不要针对人 然后不要因为市长这次罢名案 把它撑进来 上周六 基隆市体育嘉年华活动 在西国小举办 遭到民进党议员张志豪贴文质疑 国民党团召开记者会反击 但民进党议员张志豪也再度回应 谢国良市长阵营召开了记者会 帮我们厘清了一些事情 第一看来这场活动确实不是由学校办的 所以校方应该是没有违反教育基本法 所以校长可以放心的 第二点 谢国良市长阵营说 为什么绿能你不能 我们民进党去年也有在仁爱国小 举办类似的活动 为什么就可以 我可以告诉谢国良市长为什么 因为信义国小透过校务会议 制定了一个产务租借管理办法 这个管理办法里面明文规定 不得使用于政治活动 然而仁爱国小没有这样的使用办法 也就没有这样的限制 所以为什么绿能你不能 其实大家都能 只是谢国良市长你们找错地点了 第三 谢国良市长阵营说 这是一个体育活动 不是一个政治活动 这么巧 我手边就有这个活动的流程表 这流程上面 体育界代表致辞 党籍议员致辞 许县长致辞 谢国良市长肯托 投票教学 从头到尾我不知道体育在哪里 我只看到满满的选举满满的政治 你们说这是基隆市体育会办的政治活动 我OK 但是体育会借的这个场地 违反了信义国小的租借办法 请问信义国小要怎么开发 体育会举办嘉宁华活动 蓝绿阵营各自说明 要选民自己看清楚 记者 黄少民 基隆报道 你是否厌倦了大都市的熏香与污染 渴望一个小而美的城市生活呢 美类基隆影片征选即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七届了 分为影片征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32万元以上 现在就拿起你手边的相机或手机 发挥创意 透过镜头 记录属于基隆赴美学的干净城市 捕捉城市中的细腻之美 详情请洽活动官网 喂 苏西啊 你怎么还没到嘛 我们三缺一了 等你一个 你在引法据点 蛤 引法据点是什么 基隆市引法人才服务据点 提供多元化服务项目 包含求职登记 特别化咨询 履历见诊及就业迷合 就业前准备课程 交流研讨会 真才活动 职场体验等各项活动哦 领法活动 势带共荣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 理论所以说 空气好好吗 中国人 Leader Alion 节目中夹未做 hist 我觉得很好 因为可以快速通过 多悬嶺浪新人的那种感觉 快速通过 好 社長 你被擋住了 好 我來把它翻開 我來把它翻開 好重 好了 可以走了 各位市民好朋友 你會擔心像剛剛的許越一樣 想要進出的時候 結果都被盆栽都擋住了嗎 我們7月1號開始有一個 盆栽整潔的專案 我們將會用綠腳鴨 來代替行人需要進空的空間 讓您可以有一個更舒適 更安全的行人空間 請一起享用我們的綠腳鴨 來代替我們的盆栽 盆栽擺放藥 不妨礙交通 不滋生蚊蟲 不製造髒亂 為了我們的乾淨家園 我們的盆栽要整潔喔 從中國來 移民到我們台灣 然後這樣創業超過20年 其實非常誠懇實在 在做生意 而且也懂得回饋社會 然後照顧我們的一些 弱勢民眾 其實在疫情的期間 其實我跟他們有一起 在共同參與 非常感動 確實把我們在這個 台灣精神發揮得非常好 也很謝謝他們這樣子 長期的對我們的支持 這是寶 基隆有寶物獵人 這是寶物獵人 藝術家找尋的寶石在哪裡啊 源自台灣的古老染色藝術 究竟是什麼呢 基隆為節目將用鏡頭 帶領觀眾實地走訪 體驗基隆的味道 畫面上是基隆 113年度原住民聯合封年季 市長謝果良 在民政處長張元祥 文化觀光局長江廷梅 跟衛生局長張賢正的陪同下 親自到場參加 受到原住民朋友的熱烈歡迎 與加油打氣 市長謝果良強調 在原住民議員陳明健的建議爭取下 是否努力配合做好各項市政工作 為基隆的原民朋友 營造更好的生活環境 特別要跟大家報告 在我們陳明健議員的積極爭取 以及民政處的全力配合之下 我們現在把我們的禁勞卡 從明年度開始 把我們的申請的年紀 從65歲降到了55歲 這都是陳明健議員跟民政處 一起努力的結果 我們祝福給陳明健議員一個熱烈的掌聲 當然本組有積極配合 約翔也有 我們也在 我們也在 三個原住民的學童課後輔導班 爭取開班 在文化會館 也爭取了各項的設備整修 也增加了大家的 團體 相關保險 並且陳明健議員有跟我討論 未來在這個場地 希望爭取更多的中央補助 以及地方的配合款 來改善這個地方 讓大家有更好的設備 各位族人朋友大家說 好不好 好 熱鬧的豐年紀活動 也讓各界感受到原住民文化 豐富的傳統底蘊 與原住民朋友 永續傳承傳統祭典的精神 記者黃志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歡迎大家準備 畫面上是台灣職業籃球大聯盟聯隊 跟菲律賓大學的比賽現場 雙方拿出實力對抗張力十足 你來我往相當精彩 議長佟子偉表示 這次成功美和陽明海運 跟中華民國籃球協會 籌組邀請賽來基隆比賽 基隆市議會作為協辦單位 希望透過比賽活動回饋市民 帶動基隆更好的籃球風氣 今天非常開心 我們這個中華民國籃球協會 把我們第三季的跨聯盟邀請賽 辦在我們基隆 讓我們基隆的這個小朋友 基隆的球迷 基隆的各位家長們 都有機會 體驗到我們職業水準的賽事 那當然要特別感謝我們陽明海運 在地的企業 大力來贊助這次的杯賽 官民贊助 所以我們陽明海運也是第一次 謝謝我們陽明海運 來回饋我們基隆的球迷 那我們基隆其實產出非常多的球員 未來我們會希望投入更多的企業資源 社會資源 讓我們這個小朋友有機會 可以接觸到職業水準的比賽以外 可以建立好我們三級比賽的一個體制 讓我們的小朋友從小就喜歡籃球 是我們一個重要的目標 大家都非常看到這次的奧運 我們日本 再打到奧運殿堂世界水準 我們希望大家也都期待 我們台灣的籃球 有一天可以站上世界的舞台 所以我們需要投入更多的資源 讓我們台灣的球員 有機會可以跟更多 國外的選手來切磋 走到世界去 那這次有機會可以邀請到 泰國跟菲律賓大學 一級強效的水準 我想我都會對我們台灣的選手 有極大的幫助 再次的感謝我們陽明海運 感謝中華籃協願意來基隆比賽 那我們希望未來 我們政府的資源 是投入在場館上面 我們會把這個場館建立的更好 一步一步的改善 這次把地板改善了 未來也希望把球員的休息區 我們球迷的座位 跟我們的這個計分板 都可以從古時候改成現代化 讓我們真正迎接職業賽事的水準 這是我們政府該做的 我們會繼續努力 希望大家喜歡籃球 在去年的時候 VPLUS熱身賽也是來到了基隆來舉辦 然後今年SBO跟WSBO也在基隆舉辦 他也知道說 今年八月份 我們要舉辦跨聯盟賽事 弘議長都非常熱心 也幫我們找到了陽明海運 來做冠明的贊助 才促成這次一個賽事 加上呢 在基隆市民來講呢 也非常熱情 在S跟WSBO的時候 大家參與度都非常的高 那同時呢 董議長也要讓大家 市民都能夠參與 所以這一次我們跨聯盟賽事 是完全不受票 是讓基隆市民可以免費入場 來參觀這次的比賽 這次邀請賽到八月三十一號為止 歡迎球迷朋友 踴躍到基隆體育館免費觀賽 這次比賽包括TPBL聯隊 SBL台灣啤酒 台灣銀行 彰化伯麗麗 亞大藍代表隊 菁英潛力培訓隊 以及菲律賓大學與曼谷大學 兩支外隊 共八隊齐聚競技 精彩可齐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包括一千斤的白米 以及運動飲料 鹽巴及麵條 各二十箱等等 中原普渡生活物資 由基隆市議員施委證 特地媒合金虎爺行善團 致贈給仁安基金會 基隆平安站 協助仁安照顧好 需要幫助的韓氏們 如果可以的話 一定是 越來越多的行善 一起去做 然後帶領我們底下的地址 還有更多的三星人士 一起去做行善的部分 有許多的物資 能夠捐贈給仁安基金會 來照顧這些社會中的弱勢底層 那希望大家在飽餐吃飽以後 能夠轉化為生存的動力 然後進而讓自己向上提升 能夠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 或者是能夠讓自己的人生 在保持著一點希望樂觀 讓我們這個社會越來越祥和 對於施委政議員和金虎爺行善團的愛心 能安基金會基隆平安站 代表韓氏們表達由衷的感謝 能安基金會平日服務的這些韓氏身上 因為我們每天都有做這個五碗兩餐 讓他們可以公餐讓他們保餐一份 那透過這樣的物資的捐贈 讓我們在半年內可以有 倉庫能夠有充足的物資 可以來照顧這些基隆在地的弱勢朋友 也透過這樣子的行善團可以讓基隆的鄉心 可以知道原來基隆的鄉心 可以透過本鄉本土的愛心 來照顧本鄉本土韓氏 讓我們機構可以更透過這些物資 能夠將這些信眾或者是一些善事朋友 他們的愛心可以透過我們來交給這些需要的韓氏 能安基金會基隆平安站進一步指出 社會各界的愛心 是韓氏們努力載起的動力 協助他們找到一份好工作 有安穩的收入 讓社會更祥和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在市長謝國良的邀請下 台北市副市長李四川特別來參訪齊樓整瓶的成果 同時也大力肯定市長謝國良相當認真 透過溝通協調來推動齊樓整瓶工程 市議員曾濟岩 秦真 連恩典也透過記者會表示 這項政策讓市民朋友相當有感 對於基隆的觀光發展也很有幫助 我想在齊樓整瓶的話 對於我們觀光的產業發展 會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一般的遊客來到這邊都要推的行李箱 那整個齊樓都是品的 我想對於他們來基隆的感覺觀感會很好 那也對於我們齊樓整瓶也對於我們一般的民眾 大概跟我們反映說 對於我們一些輪椅組也好 對於一些菜籃組的長輩也好 包括很多嬰兒車的一些新手媽媽 新手爸爸也好 還是要推著老人家去看醫生的時候 都非常非常有感覺 那我想真的希望所有的民眾 能夠支持我們謝國良 謝市長 那我再講舉個例子 我們社區有兩位老人家來我輔助反映 這個我去搭這個605公車的時候 我走去的南站 沿路上已經都整平了 我走起來很方便 那他也建議我 我們暖暖的地方 是不是也應該要來推行這樣 我說好 這個我一定會繼續反映 那讓我們的市長 先把這個一步一步來 先把這個市區裡面的整理好以後 再拖到我們比較 這個流量沒有這麼大的地方 我想這一件事情 對民眾來是非常有感 入坪七樓整平了 我想各位長者 在休閒步行的時候 走在七樓之下 是非常的安全 以及覺得非常的舒適的一個感 那謝市長覺得這個七樓整平的政策 我想這是非常貼心的一個市民政策 也讓我們市民感覺到 不單單我們重大政策 要看能見 但是貼心的政策 我們更需要我們市府來做的更到位 讓長者感覺到 我們基隆市府 確實有在貼心的 把這個幸福感 讓在基隆顯現 也讓我們基隆覺得 是一個非常有外 與善良的一個程序 齊樓整平民眾有感 齊樓整平民眾有感 市長謝國良帶領市府團隊 積極推動齊樓整平政策 為民眾帶來行走的便利 三位市議員也呼籲 基隆各界 政府與民間共同來支持 讓齊樓更平整 提升行走安全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曉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請按下 台湾管轄最多的灯塔在哪里呢 孤单又浪漫是什么职业啊 码头工人蜜语打鸟是什么呢 基隆为节目将用镜头 带领观众实地走法体验基隆的味道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非措施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定每周三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